欢迎回来 丹麦球星埃里克森 昨天在欧洲杯第一场赛事期间 一度失去知觉 经过了心脏外压抢救 现在情况稳定 丹麦国家足球队对一博森表示 埃里克森发生了心脏骤停 不过他的心脏测试一切完好 暂时还不清楚确切原因 也会继续留院观察 丹麦球员已经通过 视像通话和埃里克森取得联系 丹麦足球队总教练胡尔曼德说 埃里克森对于他星期六 在球场上失去意识的记忆并不多 但是他渴望回到球场 无论如何 他希望队友继续比赛 不要被他的事故影响表现 丹麦下一场比赛将会在 大马时间6月18号星期五的凌晨12点 对阵比利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 play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